民進黨選舉 真的不可以用人的模仿 前段的時候又有模仿 我們現在不要來的是戰機 我們不要來的是客機 我們不要找危機 我們要找的是商機 你讓陸生進來看台灣的自由民族 這樣有信心 也可以更了解自由民族的可貴 有人說過我賣新宗賣台嗎 奇怪 我也很奇怪 先夜緩的時候 你們說什麼 木馬圖城寺 15年了 夜緩你不是繼續用嗎 賣歌品 你不要說夜緩 我說開放陸生 陸客 大家來台灣促進更多的交流 帶動台灣的經濟 不要像謝長廷老師說 夜緩開放的過程當中 我當然是無法提升級 想來說什麼 說 女兒 女兒 我們的孩子都要去黑龍港 對 要去黑龍港 現在有沒有 沒有 誰去黑龍港 誰啊 你有聽過嗎 民進黨選舉 真的 真的 不可以用人的謀言 前段的時候用我抹黑我 我去跟兩岸合作打擊犯罪 也是站在台灣 如何共同合作打擊犯罪 你是跌勵嗎 我是跌勵啊 跌勵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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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好久以前 跌勵啊 去談判啊 你去問我的警察同志 抓那個壞人 有人說過我賣新宗賣台嗎 奇怪 我也很奇怪 老是 我講一個很不可笑 老是 去挑釁別人幹什麼 你就是要 讓你的台獨的基本教育困固嘛 你沒有想到 你的第一天政治旁邊 你不要把他當朋友 你把他當仇人幹嘛 你何必的沒事 仇中仇中 仇到最後 讓大家兩邊之間 引起更多的衝突 這個就是 引戰戰爭的邊緣嘛 是 這是我們最擔憂的一件事 不要再用這一套了 其實 台灣跟大陸之間 不是要對話跟交流嗎 我們是一個自由民族的國家 怕什麼 怕人來看嗎 更何況 我們現在失效到2028 幾乎要大退場了很多嘛 都快到了 你讓陸生 進來看台灣的自由民族嘛 我們哪有信心嘛 所以來看嘛 至於就業 對 現在有大陸在台灣人事就業的 辦法規定 就照那個規定來嘛 我們現行的法令有規定 就照規定來嘛 所以先把陸客 陸生先給他 然後 要就業按照現行的法令來做嘛 尤其陸客 你說觀光客嗎 我經常講 對 就觀光客嘛 我們現在不要來的是戰機嘛 我們要是來的是客機嘛 我們不要找危機嘛 我們要找的是商機嘛 唯有創造和平的好時機嘛 那這個時機這麼危險 你不趕快創造和平的好時機 讓更多人來 也可以和平穩定 也可以帶動經濟發展 也可以更了解自由民族的可貴嘛 是 沒有錯